說到了食品安全問題 回顧這一年至少有10起重大黑心事件 從豬油 羊肉 豆干到豆芽菜接連出包 這民眾痛批太黑心了 也對外食失去了信心 現在年關將至很多人決定 還是自己做年菜比較安心 鄭重的來跟大家致歉 正義自由毫無良心 所有的廢油全混在一起 因為我們所有文件也顯示 它是可供人使用的人 使用油風波懸騰了兩個多月 搶罐搜水油 頂型飼料油 從中秋鬧到雙十 高炳餐飲名店相繼淪陷 一盒又一盒的餅倒入垃圾袋 全都是要準備銷毀 上籃啊 都中籃啊 當然很不好意思啊 每一個環節我們都很用心感情 民眾更文猶色變 搜油堪稱今年最嚴重食安風暴 而且從年初就不平靜 麻辣鍋龍頭品牌頂王 二月份被踢爆假湯頭 拿平衣雞湯塊裝高檔湯頭 四月不肖業者用保水劑 替豬肉羊肉增加重量 九月黑心油擴散 十一月甚至爆發 洗身藥桶裝豆花 蒸鍋咖啡篡改製造日期等 一連頭下四顆震撼蛋 我自己外食的部分 就比較不會在外面吃了 因為它的來源我們不是很清楚 油一就有二 現在多了這麼多 就是那種食安油的問題啊 或什麼都覺得 好像其實台灣沒好好談不去 消費信心一次一次遭重創 消費者吃東西前 恐怕都得先打上問號 經濟部統計去年台灣外食商機 高達四千三百六十六億元 但一年逼近十起食安世界 外食族人口大幅減少 轉而買菜回家自己煮卡個空 我們稍微用手把它抽成圓形 師傅教做麵包 這可不是廚藝教室 有機超市看準食安商機 主打體驗是行銷 民眾買了食材 不怕不會做 原料的來源 然後就是怕在加工的過程中 有一些問題 所以也覺得自己做 我們不會用廚藝葡萄 我們只會用廚藝由自豬肉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會說廚藝 上超市等於上廚藝課 加上油品接連出崩 坊間現在流行無油料理 還有專家開品遊客 幾乎常常爆滿 教我們一些無油料理 或是運用說動物自己本身的 一些自然油脂 然後如何去做出好吃的料理 所以就想要 因此這樣想要出來學 最近不是那個地狗油很嚴重嗎 所以就想說 因為他們剛好開那個品遊客 那我們就可以來了解 怎麼選購油 廚藝教室未為風潮 比去年同期多出三成 業績也成長30到40個百分比 尤其學者有年輕化趨勢 大多是分領族 加上快過年了 不少民眾決定自己下廚 被女菜吃得更安心 簡單爆香 茄子拌炒 再放到砂鍋擺攤 不到5分鐘 移到可口茄子堡即可上桌 或是酸白菜炒肉絲 搭配生菜解膩 這些都是家事達人李璐 拿手的銅板家常菜 沒有過油的話 它顏色勢必是 就是會變得比較醜 可是其實營養還是吃到了 那自己家裡面就不要吃那麼多油 料理DIY成蜂巢 食譜網站和手機APP跟著爆紅 一根香蕉 兩顆雞蛋就能做香蕉鬆餅 吸引40萬人次點閱 融燈排行榜冠軍 像火的話一定要想 火如果太大 稍微不小心它就黑掉了 甚至連巧克力都能仿製日式口感 怕買到現成的採地雷 乾脆自己動手DIY 今年食安狀況擺出 影響民眾外食意願 儘管衛服部寄出更具體的 機查動作 修訂食安法條 但廠商如何擔起責任 落實自主檢驗管理 重新挽回消費者信心 未來一年正是關鍵 只是消費者意識抬頭 在政府鐵腕奏效之前 民眾靠DIY料理自保 這股潮流勢必將延續到2015年